国内一名男子因为投资失利 欠下大龙将近百万令吉 家人替他偿还债务后 他却在上星期离家之后 音讯全无 那么男子的母亲随后就接到了 自称是债主的电话 声称男子还没有还清债务 可是对方却没有索讨金钱 或是提出其他的要求 只是告诉他 目前身在沙巴的孩子 将会被送去菲律宾三年 让他担忧不已 他根本没有要求任何五分件 只是讲他会去菲律宾三年 我知道有人跟踪过我 你刚才跟踪你的人是谁 你还你 我不知道 因为我家旁边 每次有一辆车 最近是没有 之前是每天有一辆车八足 然后有人在里面 只是在那边一看电话 我就一直在那边转 我干年迟一点去做工 我一直在那边转几轮 车都是还在 施主今天在行动党之下 区公共投诉局主任 尤家豪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坚称已经帮孩子还清债务了 所以不明白为什么施主 债主还是要骚扰他们 他还透露自己昨天已经到警局报案 希望警方可以用绑架的角度 介入调查拯救他的孩子 尤家豪则是表示 债主的做法已经触犯了严重的刑事罪 敦促对方和受害者的家属见面详谈 让家属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方和受害者的家属